大家好 现在是3月14号周日啊 下午的18点20分啊 有一个老哥啊 他聊这个马云聊的比较到位啊 我们可以听听啊 来看你们 来给你们看看阿里巴巴集团背后的股东 第一个博裕资本江志成啊 江泽民的孙子啊 江泽成江泽民的孙子 第二个中性资本王军 王震的儿子 这是大家的啊 中性资本 第三个是国开金融 贺景雷 贺国强的儿子 那么第四个是中性产业投资基金 刘乐飞 刘云山的儿子 第五个国家开发银行 陈云 陈云的儿子 第七个星天玉资本 温云收 温家宝的儿子 好了 他说现在大家知道马云在干什么了吗 他就是一个演员 一个托 一个傀儡 他其实就是为太子党洗钱的 白手套 马云是托 王健林 许家印 是吧 潘石屹 很多都是托 手套 这个事实可能大家也都封闻 我们重点不在这个 白手套重点不在这个 重点它在后面那个结构 经济的结构 那么经济里面有一个重要点 大家记得 乌托邦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国有化 是乌托邦不可能 因为经济是跟人关联的 经济属于物质是跟人关联的 它不能脱离具体的个人 一脱离具体的个人就没戏了 也就是银行里面的股东 他必须要有一个代理人 或者一个象征的 落实到某个人身上 他不可能是大众的 那不可能 所以这里面 主要我们讲到了 这后面几个大佬 比方江志成 王军 贺锦雷 刘乐飞 陈炎 问银松 让这个情况 大家看到中国的资本是吗 政治化了 中国的资本政治化了 不过最近我听说 这个博裕资本 就是这个江志成 江泽民的孙子 他可能感觉到危机了 然后把他公司的 一部分的办公室吧 准备或者已经 从香港转移到新加坡了 这些人拥有了这样的一个 这些大的资本 就中国政治 中国的资本政治化了 也就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经济是部落化 我们以前讲过 中国就像阿拉伯一样的 一个常委就是一个部落 然后大占了一个行业 这样的话就等于把整个中国经济大卸 N多块 你有几个常委各能卸一块 你比方说过去的那个 还有一个叫常委叫李什么来的 李什么来的自己爸的那个媒体 他说这个李什么 应该是李长春 李长春 那个传播 比方说 那个文化事业 我们讲到文化事业 各的不同 有的人管的重工 有的是抓的是那个金融珠宝 像温家宝 那边又抓珠宝 反正是跟你 温家宝的老婆 叫张培力 搞了一个公司 叫中宝戴梦德 中宝 就是中国的珠宝 好像温家宝的老婆 原来跟温家宝都在这个地址部 后来叫地矿部 后来合成了国土资源部 这个他老婆应该叫做中国珠宝玉石鉴定中心 好像是那个单位的 最开始张培力 后来呢 这个中宝戴梦德应该就变成他们家自己的了 中宝戴梦德有一个小院 在北京市朝阳区这个和平街 和平街楼群里边 但是他们不是楼 是单独的小院 这个那小院西边有一个小院 然后有楼 那个叫北京市新闻出版局 新闻出版局食堂 我给那送过货 所以我知道 那个温家宝这个老婆的那个张培力的那个公司 中宝戴梦德公司 然后那个小院上面还拉着 拉着铁丝网呢 有点这个戒备森严的感觉啊 切割啊 经济上面跟你切割了 那么也就是说整个中国是这种金融寡头 经济寡头 我们讲到了经济寡头这块啊 这个是必须要理解的啊 也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化 老早就资本主义化啊 从邓小平完了 大概从2000年开始 逐渐全部资本主义化 尤其是江泽民上来以后啊 温身发大财 其实温身发大财 他那个给下俗的官员传递的一个什么信号 就资本主义化啊 邓小平他是想往资本主义化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走 他想通过什么个体物 后来发现不行 所以他的孩子们就 资本主义化 他这个说的有点笼统 有垄断的资本主义化 有权贵的资本主义化 还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 他不一样 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 开始倒爷 倒爷要完成原 他说这倒爷说的也不确切啊 应该叫官倒啊 像我们这种叫民间倒爷 像我是倒腾粮油的 我们是小打小闹 挣点小钱 人类是官倒 利用权力 有的时候他们就 弄个签字 弄个文件 弄个批文 弄个许可证 就玩这个 资本积累 原来资本就后来出了一个八九六四 八九六四这个玩意就搞风险倒大了 然后来了个江泽民 江泽民里面一个注用机 帮他起 帮了一个很大的注用 以外商投资的名义开始洗钱 这个就比 呃那个 呃那个那个 那个叫 江泽民他们儿子那批啊 就精明多了 他说这个朱镕基的政策啊 当然也不是朱镕基个人的 当时的中共中央的政策就是引进外资啊 这个引进外资 我之前做节目就说过 好多外资是假外资 就是说白了太子党 红二代 有关系的 有托的 有后台 有背景的 这些人 很多都是在香港注册的 在香港注册一个外 一个公司 然后再回来 就是港商啊 港商啊 台商啊 都是享受外商 外资企业 合资或者独资的待遇 实际上都是 有托的人啊 我干过那个 叫Bronies Fried Chicken 就是邦尼炸鸡店 跟肯德基麦当劳非常接近 品牌是加拿大的 就是香港王室 姓王的王 氏族的氏 王室 老王家的 他们家的公司 然后中方有的人 就跟邓小平的 不是邓小平 刘少奇的闺女 叫刘婷婷 还是叫刘萍萍 就是那个单位 然后有一个女的 他老公就是王室 住京办的 开一大奔驰 然后 我说的那个刘少奇的女儿 在北京市食品研究所 上班 我说这姓王的人 他老婆就那单位的 我们在那个食品研究所 还接受过培训 就在建国门内大街 贡院吧 贡院头条二条啊 反正就是建国门内大街 那一带 现在应该都没有那个 那地方应该是都拆了 还是怎么样 就不知道了 反正原来有 有个小院 然后三层是几层的小楼 刘少奇的女儿在那上班 后来他女儿好像得了一个 就植物人了 突然间发病 植物人在床上躺了十年八年吧 死了 当然普通人可能 几天或者几十天也就死了 你也花不起那钱呗 反正有这么个影儿啊 我只能说有这么个影儿 中方他们找的谁呢 外方 是不是香港王室 买的加拿大这个邦尼炸鸡的品牌 在中国大陆的推广权啊 然后中方就是 农机部 过去叫农机部 后来叫中国农牧业机械总公司 和这个机械工业部 一机部也有很深的关系 就在月潭南街 我在那工作了大概有半年 江泽民他们儿子的意思完全不懂 通过倒爷就是完全的倒爷 最简单的抢夺 我靠权力去换钱 结果弄出来一个八九六四 那么后来江泽民他们就吸取这个教训 然后这样干不行 那么以合资的名义 悄悄的变卖资产 你比方说 你这个工厂这个不行了 用改革的名义 你把工厂卖 低价卖给他的另外一个白手套 你比方说卖给李嘉诚 打个比方 但是私下的李嘉诚 你把这个一千万买过去 你这里面的股份有过多少 或者是给多少钱出来的变相 绕了一个弯子 他说这个 建卖国有资产 这个这里边问题大了 这个里边我知道的北京是 至少有两个国企 卖给了所谓的港商 至于是香港人还是大陆人 反正是在香港注册的公司 这个价钱都不合理 然后职工都有意见 因为职工下岗了 有的把土地卖了 卖了之后 你这块地儿都不归你了 职工下岗了 一个是北京 北京电 不是 北京照相机场 一个是北京科学仪器厂 叫科仪 照相机场在大中寺那边吧 北三环海淀 科仪在安华里朝阳区 和我们那个安定门外 东城区紧挨着 那个北京是科学仪器厂 那曾经是我的客户 然后我们好几个邻居 原来也都在那上班 大家都对那个有意见 都是港商 这个港商 他们来大陆来的早 这中间也都跟这些官员啊 或者官员的家里边都勾着 不像那个邓小平他们的儿子那帮 那是职不农统 职不农统 你这来了你就得给我钱啊 不管这些职不农统 那样引起了民放 职不农统 那么后面在这 另外呢 他有跟你广大民众给你一个开放 所谓是个体户啊什么的 那你更蓬勃一点啊 他说啊 给广大民众给一点开放 就是老百姓就像我这样 能挣一点小钱 那挣不了大钱 大钱还是被他们垄断了 按照行业啊 我去过安徽的黄山啊 那是07年左右吧 我听当地人说啊 不知道真的假的 说黄山上不是 黄山比较陡吗 上山不是有那个铁链子吗 就是做那个登山那个步道的 扶着那铁链子 因为没有铁链子 人就摔下去了 特危险 说那铁链子都是李鹏他们家的 哎呦 我觉得我不相信啊 我也不是不相信 我觉得这个渗透的怎么连这种生意都渗透进来了啊 但你要仔细想 那一个风景区需要这些东西 那如果其他的也需要很多风景区 是吧 那这个量也很大 这个资金也不是小钱 也值得他们一捞啊 我还听说 这个殡葬馆 殡仪馆 火葬厂 说李鹏家族也介入了 不知道真的假的啊 还有说北京有的大型的出租汽车公司 都有七八千辆出租车 上一辆上万辆出租车 那一年 那利润也在几个亿吧 听说是跟 贾庆林有关系 还有这个北京四季青 海淀区四季青的房地产开发 叫什么城 我想想 我现在忘了名字了 叫四季城还叫什么 说那个开发商就跟贾庆林一块 到北京来的 这样大家都盯了发财 就不会去关注你发财怎么发的了 不关注路径了 所以这样的话 他就转移到现在 到最后当然他们那个有权力 他就有主导权 在切割的时候 分蛋糕的时候 他就偏向了自己一遍 所以这帮基本上 就把整个中国的经济瓜分了 全部瓜分了 这是一点啊 大家一定要懂得看到这个背景 否则的话将来了解不到 按照行业瓜分了 这个不新鲜 神华不也是李鹏家的吗 温云松 是吧 温家宝的儿子 他女儿叫温如春吧 不就嫁给了原来新浪的那个CEO 毛道林了吗 是吧 呃 哎不是 那个是胡锦涛的女儿吧 是胡锦涛的女儿 胡海青 还是温家宝的女儿 还是温家宝的女儿 反正是其中一个 好像温家宝的女儿 就嫁给了这个谁了 嫁给了新浪的啊 他们也介入了新媒体 反正各行各业吧 是吧 都是这些人 医疗卫生 医疗卫生口的 搞医院承包的啊 这个做医药生意的 有些跟那个刘延东 啊 跟他们家关系不错 因为刘延东是主管这个文教卫生的副总理 听说啊